1975年4月5日,又是一年清明节,晚上八十许,久病卧床的蒋介石,中阴突发性心脏病急救无效。 在台北市林关底去世,走完了89岁的一生。 今天我想介绍一下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笔下的蒋介石。 白修德本名西奥多H.怀特,1915年出生于美国波士顿,童年坎坷,以麦报为生,后入哈佛大学读书。 师从汉学家费正清,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、文化,毕业后任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,才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新闻报道,写出中国惊雷。 在抗战期间,所有驻华美国记者中,白修德被认为是最倾向于延安的人之一。 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。 白修德说,他对蒋介石一开始是尊敬和钦佩,然后是同情和怜悯,最后是鄙视和不屑。 在某些美国人眼中,蒋介石是个拥有武装力量的寻道工会会使,无私的国家英雄。 在另一些美国人眼中,蒋介石是冷血的法西斯主义者,率领助一群强取豪夺的军阀。 白修德认为,上述看法都不对,蒋介石只是一个过快摆脱旧世界,扎入新世界的人。 而这个新世界,他并不懂。 另一方面,白修德承认,尽管他和蒋介石见过,聊过很多次,但从未有一次认为自己有那么一点点的了解他。 在西方人看来,蒋介石身上体现了中国人倔强的骄傲。 他薄唇,光头,身体鲜瘦。 脸型的湛如松,坐如钟。 无论是穿黑色斗篷,还是卡齐色军装。 他永远是一副干干净净,依尘不忍的样子。 1930年代的蒋介石。 蒋介石的骄傲,不仅仅是作为国民党的骄傲,是民族的骄傲。 他在自己的教义中,习惯性地用民族,而非民国来指代自己的国民。 白修德发现,蒋介石不信任所有外国人。 对他们充满怀疑。 中国的独立和统一,是他唯一的政治主张。 他的政治根基,就是他个人坚定不移,始终如一,一心一意的志向。 蒋介石对中国以外世界的看法,源自中国传统的教导,那是一个野蛮人的世界。 不过,野蛮人自有一套秘诀。 他想要学到这些秘诀。 所以,蒋介石的身边一直不乏外国顾问。 从1926年的苏联顾问鲍罗廷、加伦,到帮助国民政府军事建设的德国顾问赛克特、法肯豪森。 从澳大利亚籍的端纳,再到史迪威、陈纳德等一连串的美国顾问。 白修德觉得蒋介石对西方的一切都深深著迷,但他又真诚地,真心实意地爱住中国。 是真正把自己献给了祖国和寻道工会的道德观。 电影《1942》,陈道明饰演蒋介石。 1943年初春,白修德冒著振振寒风。 来到彻底千里的中原大地,他用相机拍下了河南大饥荒,同时也收集了不少国民政府救灾不利的材料。 当他拿出一张狗,在死尸旁缠闲御堤的照片时,蒋介石的脚踝,轻轻地静振起来。 眼前这位西方记者,正在毫不留情地向世人昭示国民党的执政危机。 你比我派出去的任何一个调查员都能干。 白修德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,注意到河南灾情后,他就努力想为河南人民做些好事。 当美国人抗议其征兵系统残酷无情时,他就努力想要改善征兵系统。 直到1945年春,他仍会因自己指挥下的征兵系统中存在的暴行而感到震惊。 并因这一全国性征兵系统太过腐败,而下令即刻处决该系统负责人。 电影《1942》亚德里安布劳迪试验,深入河南报道灾情的白修德。 白修德评价蒋介石。 我觉得他是个可怜之人。 他爱自己的国家国家是他的最爱。 但他不知道如何做一个优秀的统治者。 他的可怜就源于他的努力与失败。 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方面,蒋介石笨拙地一遍遍摸索。 他肃清了老军阀占领的长江流域,并在那里建立了国民党政府。 成就了他的伟大,全面抗日战争的头两年里。 他组织了抗日同盟,宁愿让他的城市染满鲜血。 也绝不让与日本人。 这令他走到了国家英雄的高度。 蒋介石、宋美龄、蒋经国在台湾合影。 白修德指出。 在美国加入战局后,也可能正是因为美国加入了战局。 蒋介石渐渐意识到他天命耗尽。 渐渐发现他在自己政府之外并无实权。 但他没有将此事告诉任何人。 也正因此,他对美国的怨恨,也随着他内心苦痛的加深而加深。 他认为,美国有责任帮他打败日本人。 打败共产党。 但美国并不愿。 以上就是白修德在他的回忆录中讲述的蒋介石。 也算是一家之言。 或许有助于我们客观评价蒋介石的功过是非吧。 参考文献。 一、白修德著。 崔陈毅。 中国抗战密文,白修德回忆录,河南人民出版社,1988年版。 二、白修德著。 石雨晴,柯玉陈毅。 追寻历史,一个记者和他的二十世纪,中信出版社,2017年版。